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请播放的启动视频 来,坐下 打击帝国练练的辉煌并且在创收视的风景 在国际影视展上采访明镜的时候,他还说到有可能时间安排不开的话,不能参加大秦帝国的发布会会非常非常的遗憾 但是中间晚上还是特别调整的时间 我想问问这部戏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是自己非常重视 对于这部戏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当时就要知道很多级戏,然后先就是谈工作 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第二部去谈 然后我很喜欢编剧,李莫拉说特别喜欢 然后他的那个诠释角色的能力,读词的能力,我觉得都是超不寻常的 给这个戏简直就是已经不能用什么增色啊,什么这些词,就太简单了 就真的是对我们,至少是对我这些角色来讲,我觉得帮助特别的大 您自己曾经说过对角色对剧本的挑选是挺严格的,一定要特别打动自己的才会去接才会去演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角色,不管是在荧幕上还是在银屏上,都是深入人心的 比如说《笑装觅食》这部剧,就现在还是被很多人去不断的回味 对,那这一次呢又是演帝王身边的女人,这个角色和以前你拜过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嗯,其实挺难演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太相像了 都是女人,都是帝王身边的女人 嗯,都有情感,都有苦恼,都有疑人,什么都有 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是很多记者问到我的时候,我好难回答 就是,怎么让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是挺难的,因为毕竟还是同一个人在演 我只能希望我们这个戏也会像方在内提到一种《笑装觅食》一样,成为一个里长辈 我很希望十年以后大家还会提起这个角色,提起这个戏 嗯,那我特别想问我第一位导演,当时在你的心目中,嗯,你八子的第一人选去能进吗?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实话,我说过点八子 那你就说吧 那个,确实在,在筹备,在团体本的时候都有反过 跟那个视频人,我们大一组一块,在异议上和编剧,很多次都是异议论过 都觉得宁静突然不是 但是宁静的,然而呢,我们几个女性的也发了,发这个一些功夫 亲吻了 那个,最后反正能够促进这次合作吧 是,三部毛布才把它清出来吗?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演的,请问我王身上有什么独特的看点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我想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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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